让我们开始战斗 每晚8点也许会在大王TV开启直播 欢迎小伙伴们前来指使哦 好了让我们聊回场内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配置 这边的话我们是大分队带凤 同样的航母局我们只看对我们有威胁的船 这边一艘亚华一艘北卡对面是一艘北卡 格奈森脑的话勉强算一个吧 那对面还有一艘迪米特里 其他的话全部都是废物 这边的话有一艘鲁恩能够把我们打一下 稍微打一下防控 山里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那么切到上帝视角 这边的话两组战斗机先去前方点亮视野 然后的鱼雷机和红炸机在家里集结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航母 这边的话对面的战斗机 其实对面如果这一组战斗机直接扫射的话 我们这一波战斗会推得非常厉害 但是这一边的话 预判一下对面战斗机的守卫直接一波扫射 对面并没有看到一波直接 扫射一下 好再回身咬住 第一波战斗时间拼音 那么这一边的鱼雷机的话 我们暂时就不用去管它了 因为我们这里有所鲁雯在 对面的这个战 鱼雷机是打不出够少伤害的 这边的话我们的攻击编队拖上来都有点慢 另外地点没有人开始站 一点也没有人 说明对面的吹雪是比较怂的那种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这一些悬崖剑的走位和配置 开局的话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这边对面一艘出云 我们肯定就能N死他了 没有关系 反正放着他走就可以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去看对面的这一些巡洋艇的走位 爱丁宝 陈塞 卡拉 迪米特里全都在这边 这里旁边还有格莱森 我们这个出云他是比较聪明的 直接窝在自己大部队里面 我们现在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那相对的 这边的话有一个落单的铁尔比兹 这里的话有一个落单的长门 但是预判一下对面航母的位置 这边航母大概在这里 那么他的战斗机起出来的话 支援这个长门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可以直接来坐这边的铁尔比兹 他身边的话有两个约克 不过问题不一分是不大 我不觉得约克的这个防空 约克这个等级的船 七级船有去点防空 防空加成的意识 他这个防空圈 想要影响到我们的预列机 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 那么拖一下角度 直接一波雷刷架 这个铁尔比兹要爽了 其实铁尔比兹内线的话 也就吃个四五颗这样 但是他直接选择加速 好的 马克思来 九颗 然后两组舰包在旁边挂一下 其实完全不用挂 直接杂就行了 因为对面航母的战斗机就在这里 第一波攻击 我们只损失了一架鱼雷机 但是DOT是跌不上了 因为对面的这个战斗机 直接过来 护自家的铁尔比兹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第七组拖开 然后第八组来不及了 对面的两组战斗机全部赶到 那么这一波我们铁尔比兹是没有办法 他全部都养我们的 这个战斗机直接忽视了我们的战斗 那一波咋下 最后仍然是被打散了 这一波比较可惜 我们没有能够跌出DOT 不过看约克的这个防空爆开火 开火速率好像是开雷 我们下一波可以去选择 这个约克试试看 好 那么战斗机继续取出来 两波仍然是两边点住 这边是又要开机扫射 但是这个扫射 对面直接往回一拖 没有扫到非常可惜 对面的这个对于战斗机的应用 还是比较的不熟练 那这一波战 他又送了一组战斗在这里 但是呢 这一边啊 这一边对面抱团是抱得非常紧的 另外这个迪米特 已经在前方卡好了位置 只是说我们这里的队友是比较难受 出春已经被打成了半远 这个山洋霍斯特应该这样扛不住了 这个天才在干什么 不是不太清楚 其实现在我们的战斗机 应该去护一下这一边了 其实应该护一下这边 对面的话 应该不会像到绕这里 去做我们的 我们现在防空补入是这里 防空补入是这边 但是这一边的话 有我们自己的防空圈可以覆盖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五公里防空圈 刚好可以把这边的两艘 刚好可以把这边的山洋霍斯特盖进去 我们的战斗在这边挂着 然后看对面 鱼雷接来的路径 对面的航母已经开始往这边跑了 但是呢 自己家的队友死的有点快啊 并且自己家寻仰比较送的比较快啊 这个已经是死了两艘了 沙恩的话应该马上会我们的鱼雷机 再激进一下 这里是肯定没有办法的啊 绝对投不了啊 这里去做这边的东西的话 只要其中有一个东西 只要其中有一艘性的箭 去开了A 我们这一波攻击基本就是它废了 好 现在的话我们被点亮 说明对面的驱逐剑已经是摸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母舰往回拖 这一边的话看到对面的鱼雷机啊 但是这一波扫射 哎 是新一轮进攻 扫偏了 啊 这个操作小失误啊 扫偏了 第四组我们被击中了 第五组我们被攻击了 这一波扫射要是扫准了的话 对面这一波是全面啊 但是对看来看到对面的鱼雷机还是白白的 第六组进入战斗位置 第四组还是新一轮进攻 然后这边顺道抓到了对面的约克 直接一波雷刷下 哦 约克转向直接吃满 此刻直接秒杀 对面的鱼雷机进行了一波 非常愉快的输出啊 我们的下巴约克转好像是并没有带A 这边直接砸 哦 一把火啊 那 较可惜啊 对面的盆萨克拉也是回来直接给开A了 那 这边的话 我们是一波攻击直接做死一个约克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另外上面这个是真的反啊 这个格奈森脑出云加肥卡 呃 我们去做的话 掉的飞机要挺多的 啊 果然啊 本萨克拉仍然是开着A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剑法往回拖 啊 下巴约克车一波被直接做成了残血啊 而且斐机是没有A的 那 呃 鲁恩的话是直接回来支援了 那我们前线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防空啊 只有北卡一个 呃 呃 这个比较尴尬 呃 盆萨克拉的话 这样上来应该是能被对我们的队友运波给轮死了 第五组准备 第八组 我们的攻击了 第三组 好 再一个外界直接轮死 第六组 第六组准备 直接被约克给打三 这边一波扫射 但是效果并不好 只扫射了对面两架 啊 扫射了一架水战 然后再加一架对面的战斗机 好 三组约克再次出动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约克好像是刚刚是有开AA啊 嗯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直接把他引波给恩斯 啊 不许恩约克了 因为上面的话我们扛不住了 上面的话这一艘压滑这个侧甲路着 哦 这一轮上去要爽了 哈哈哈哈 直接被轮死 呃 那这边的话 格莱森老出云 在北卡北卡跟他们走散了 啊 这一波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把这个出云给刷残废 啊 这一边的话吹雪我们暂时先不管他 因为吹雪的话 直接选择拉烟啊 这一波鱼雷机过去还是把他烟雾给吓出来了 好 直接一波刷下 这波鱼轮角度调的还是比较完美的 中九颗吧 啊 八颗啊 还行啊 但是我们的剑豹在哪 我们剑豹在哪 剑豹还在来的路上 这里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啊 这个战斗机又是一个操作小失误啊 战斗机啊 大家记住啊 在玩航母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战斗机不操作 请一定记得啊 请一定记得把你的这个战斗啊 点在自己队友头上啊 点在自己队友头上啊 这样的话他会自动去摇你队友 啊 来投你队友的这 这些攻击剂啊 不要直接点在那边一挂啊 你自己去把搞输出了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错误的选择 随便可以随便挂一下灯 因为对面的这个格纳森岛已经死了 所以说啊 他这个水弹并不会主动咬我们的这个剑豹 对啊 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啊 这样是直接挂在这个回卡上面 这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可以开一波扫射啊 直接把这个 这个是这个鱼雷机给他刮掉几下 那这边直接咬的话 对面的鱼雷投上来仍然是密集的啊 因为一个三秒定律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也许曾经输入过视频给大家讲过 好的 北卡压掉一颗 然后中一颗啊 勉强可以接受啊 这个约克的话 应该是要起来起点我们的北卡啦 这个鱼雷是约克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吹雪要处理 啊打到现在的话 对面是人数的绝对优势 但是对面有一个啊 不知道怎么瞎跑的传门 然后我们的天成的话 在这在跟这个北卡单挑啊 其实这种时候 我我如果是天成 我直接跟北卡装了 好那么由于这边的距离探员 我们这里又是有 哎 B点又是有巡洋剑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波攻击选择 直接来做这边的约克 好以后雷刷架 啊 这个上面的 丹门的天成啊 直接被 这里的北卡给攻击 我们摧毁一艘敌军巡洋剑 好这一波雷的刷的话 我们的 北卡应该是要跪了 应该是要跪了 中一颗就跪了啊 再中一颗就跪了啊 没办法 好这边再一波雷 啊那 啊 两组剑暴啊 这个是一冲种我们来的啊 但是我们A在手啊 不怕不怕 对面呢 这个铁门子起了水战啊 其实这种时候 我们应该把第六组的 直接给拖回来 然后拉一下这个水战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组投这个北卡 就可以保证秒杀了 但是现在啊 他这个 呃 有有点点小食物啊 所以说他直接把这个 鱼类机给拖回去了 导致这一波被水战给咬斩 啊 这个铁门子只能吃一颗啊 然后抱了一颗低杀 比较可惜 啊 A稍微开晚了一步 导致对面的 是剑帽直接投了我们两把火 还好的话 我们是装甲航母啊 这个根本是砸不出 我们任何伤害的 嗯 我们这边的山洞机咬住 对面的这个鱼类机 直接选择回射 嗯 还有一组鱼类机 正在起飞中啊 一步扫射 直接让对面的鱼类机 少三残废 第三组 翻回战舰 第三组 我们被攻击了 第五组 保持战备状态 好啊 损管时间还有四十秒钟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让对面直接来坐我们啊 无所谓啊 第五组 准备击飞 第五组 我们被击中了 就对面的这几个鱼类机 投射量的话 是绝对不足以秒杀我们的 我们准管还有二十秒 对面已经叠不起DOT了 啊 这边的话 又是这个水战啊 又是这个水战 啊 不用看了 肯定是会被咬伞的啊 直接用打伞的来投吧 啊 这边稍微瞄到后面一点啊 因为啊 这样这样 这样直接被刮掉一架的话 我们的鱼类机 散射刚好能够 再击中皮尔比兹一颗 好 我们把第一颗直接秒杀 鱼类接近戒雷 敌军战链戒 啊 这边的话 一波扫兽赛动 对面两头鱼类机 但是我们对面仍然是投下了雷的 一颗雷并没有进水 非常的幸运 然后顺道在我们头上 将自己的 将对面的战斗机给咬住 啊 啊 这里的危险 已经完全处理完毕了 可以将自己的普箭 直接拖进C点 而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的情况啊 刚刚它是 直接在操作下面的 上面的是完全没有看 上面的话 是还有一艘北卡 一艘出云 然后这一边的一艘朝门仍然是在闷游 出云的话 我们一波雷 应该是直接可以将其带走 这一边的话 呃 刮亮一下对面的吹雪 啊 如果这一轮看看 能不能将吹雪直接带走 好的漂亮 对面的鱼类机和剑豹 也剩余不多了 啊 那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我们直接一波雷 先把这个出云给带走 出云是这一把最大的危险啊 现在目前来说 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好 一颗雷 但是非常可惜 没有拿到人头啊 出云一轮 还是讲我们的乳闻 给带走了 这个长门的话 在我们对面航母的攻势之下 是肯定活不了多久的 啊 啊我们的这个战斗机 有点闷游的嫌疑啊 其实战斗机可以早就可以拖上去了 嗯 这一波长门的话 估计是要跪啊 估计是要跪的 这边的头雷也不是非常精准啊 但是啊 他将我们的长门侧甲给迷出来了 对面的北卡是撸得非常的爽 第四组 我们被攻击了 第三组 等待绝识 由于这个出云死的缘故 所以他的水战并不会主动摇 我们的鱼类机啊 这边一波直接刷这个北卡啊 但是投雷距离有点远 这个距离有点太远了 嗯 第四组 反航中 第五组 我们被击中了 好 两颗啊 直接是打出了 一个进水 那 想要卡一下损管 但是考虑到这个北卡的防空 我们还是选择直接投了 但是两颗 好的啊 但是没有进水 比较可惜 好 这边的话 反正的超动 我们下面的原来机 导致我们这个母舰快要撞山了 赶紧躲避一下 直接往这个C舰里面开 现在的话 主要是一个点数问题 对面已经是834分了 双方都是两个点在手 啊 我们是要先搞死北卡 再搞死长门 啊 这个对面 因为对面航母已经完全没有攻击机了 而不 完全没有战斗机了 所以说他对我们输出 完全够不成任何危险 第二组目标被摧毁 第二组本段继续 第七组 我们的长门还剩452的血 这北卡这一轮 我估计长门是要直接记记了 那下面就是你视我于最后的希望 对吧 哎 北卡直接被长门入成300东西 好的 一包一发剑包直接带走 送他回床之通 哎呀 比较nice啊 这个长门这一轮核心胎的是可以 不然的话 北卡还要再浪费我们一组鱼雷的输出 嗯 这一边的话 一波雷哈是又一个进水 啊 战斗机继续咬一下 这边鱼雷机尽量拖慢一点 我们长门死亡的步伐啊 长门的话 现在452的血 他是磕了个刀宝剑 但是因为啊 打他的全都是鱼雷伤害 所以说他的血量已经是抬不上来了 好 这边这个长门的话 我们下一波攻击 就可以是这张气恩死啊 这个C点啊 我们也可以成功战下 那这边的话 战斗机挂了这边的大粪啊 啊 大粪呢 一组剑包直接将我们三四百多血的长门 直接带走啊 这边的话我们一组鱼雷刷下对面的长门 啊 肯定是没有站点的机会的啊 我们再几下几波攻击人出来的话 这个长门肯定是要GD 他们还剩三万多血 对面的这个大粪是直接往前里开的 但是我们的C点已经拿下 啊 现在的话分数是七百八十六分 杀了长门 然后再靠我们两个点长分 应该是能长得回来的 来 直接一波鱼雷刷下 三颗全接 好的啊 长门非常给面子啊 然后再来组剑包 这个剑包瞄得有点偏 但是仍然是炸出了一把火 然后还再接一组鱼雷 好的啊 长门已死啊 长门已死 好 解决烧死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两艘航母之间的副炮对决了啊 嗯 虽然说我们的 虽然说对双方都是有A的 我们现在是开启A 时间还是1分37秒 现在开启A刚好在这个时间结束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A时间结束啊 大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刷刷到我们的 现在还是4挖2900的血 并且我们的战斗机都是在机库里的啊 好 那么静静的看完这最后的副炮对决啊 本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E 第六组 破空军 第四组 解锁战斗位置 我就只要赢过胜利 第五组 破空军 第六组 排出新一轮行空 第七组 防止车队出队 第七组 第五组 空军 第六组 二维战舰 第五组 排出新一轮行空 第七组 中央位置 第五组 半尾站舰 第七组 第五组 三维战舰 第七组 飞机 第四组 准备 装空套装 凸击戒 第七组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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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组 独立 第七组 准备 第七组 准备 第七组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